平常在家裡總是會擺一些發光的物件 不只是裝飾更能瞬間改變空間的氛圍感 像現在畫面中這款小燈飾 點亮那一刻實在是超級療癒的 不管是放在玄關、書架還是床邊 都能替家裡增添一點溫暖和質感 不過它使用的是乾電池 偏偏自容電池常常又沒幾天就沒電了 每次要換都要拆開被蓋 不只麻煩還常常忘了買電池 結果燈飾只能按著放著實在是太可惜了 那有沒有辦法讓這種燈飾不用再換電池也能一直亮著呢? 當然有,今天來教大家一個超簡單的DIY改裝方法 輕鬆把電池燈變成永久供電 從此告別頻繁換電池哦! 歡迎來到智慧幫,我是寶卡卡 今天這個DIY改裝不只簡單還超級實用 我們就一起開始動手做吧! 首先我們先觀察這張小燈的電池盒 翻到背面把電池盒打開看看 這裡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兩顆乾電池 記得電池突起是正極,平面是負極哦! 再來觀察電池盒裡面的金屬彈片排列 這一端正負極連接在一起,代表是串連接法 另一端則分開,電源就是從這兩片同片進出 也就是整個電路的正負極輸入端 有堂皇的代表負極,另一個就是正極 旁邊還有一個電源開關來控制燈光的起閉 所以兩顆電池是1.5V乘以2等於3V的輸出 結合開關與燈泡構成這盞小燈的基本回路 這時靈感來啦! 我們平常手機用的USB充電線是5V輸出 有沒有可能直接拿來取代電池呢? 答案是可以的,只要在電路中加一顆降壓電阻 就能安全的把5V降到小燈所需要的3V左右 如果你的小燈是3顆電池串連4.5V 直接上USB就行了,完全不需要電阻喔! 我們這邊準備一顆接近50Ω的電阻 實際上在30Ω到100Ω之間都可以 阻值小一點就會比較亮 阻值大一點就會略暗一點 所以可以根據你的希望亮度來做調整 接下來我們找一條不要的USB-A充電線 剪掉尾端的接頭 用剝線前把外皮剝開 如果裡面看到的是四條線 這裡只需要保留紅色正極與黑色負極 其餘兩條線可以直接剪掉不實用 那這裡剛好只有紅黑兩條線就不用剪啦! 再來把紅黑兩條線的外皮再剝開一些 露出3mm的銅絲準備開始焊接 接下來準備焊接工具 濕潤的清潔海綿 還有焊錫絲 注焊劑 還有最重要的恆溫烙鐵 我們把恆溫烙鐵插上電源之後 把溫度設定在300Ω 這裡建議使用恆溫烙鐵 等一下會說它的優勢在哪裡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電線固定好 那這樣等等焊接的時候就比較穩 在銅絲上輕輕沾點注焊劑 可以清除氧化成讓焊接更牢更快吃錫喔 接著烙鐵頭接觸銅絲 焊錫絲點一下就能順利上錫啦 現在輪到電池盒裡面的金屬彈片 也先上點注焊劑加強焊接的接合 再利用恆溫烙鐵上一點錫 小提醒一下 因為這些金屬片是卡在塑膠盒裡的 焊接時千萬不要加熱太久喔 避免高溫讓塑膠變形甚至融化 這時候恆溫烙鐵的穩定溫控就特別有幫助 不熱快不用開高溫也能順利的完成焊接 接著我們將電阻焊接到負極的銅片上 同樣記得焊接的時間要快 避免加熱過久喔 再來把USB紅線焊在正極銅片上 有恆溫烙鐵的幫忙真的焊起來順手多了 你看焊接後旁邊的塑膠盒都沒有融化變形 讚吧 接下來把USB的黑線焊接到電阻的另外一端 一樣先把電阻上錫 再把黑線焊接上去 完成 這樣就把整個USB的供電電路焊接好了 這樣就能取代電池用USB永久供電啦 為了安全與耐用 我們用膠帶把電阻與電線保好 固定好 避免電線晃動造成脫落或短路 烙鐵用完記得關電收好 工具整理就是職人的精神 也避免等一下不會被燙傷喔 接著我們插上行動電源測試看看 打開燈的電源開關 燈能亮啦 現在這盞小燈成功改裝成USB永久供電 再也不用買電池換電池 超省事 而且功率僅0.3瓦 換算下來一個月電費也只需要一塊錢 跟電池相比實在是划算啊 而且我們還可以進階玩法 像是接上這種市售的USB線控開關 讓你輕鬆的在線路上控制燈光 不用每次都放開燈式的背面控制啦 如果想再升級 還可以加上Home Key或智能開關 除了智能開關可以手動開關之外 還能手機遠端開關燈 超方便的 你甚至可以設定自動化情境說 回家自動亮燈出門自動關燈 讓這個小燈瞬間變得超有科技感的 總結一下 從原本需要一支換電池的小燈 經過這次簡單的改裝 就能透過USB持續供電 還能透過開關輕鬆控制喔 想簡單一點 只要加入一顆實體的開關 或用USB控制開關也可以 那進階一點 就用Home Key或智能開關 讓你操作更自由更多玩法 不管你人在世界的哪個角落 只要有網路、手機 就能遙控開關這盞燈 像我設定的是 我一回家 燈就自動點亮迎接我 我離開家 燈就自動熄滅等我回來 如果你家的照明設備也支援聯動 還可以讓小燈跟主燈一起亮起 超有畫面感的 好啦,這個小小的改裝雖然簡單 但卻能讓你平常用的發光小物 變得更實用 陪伴更久 你學會了嗎? 喜歡這種實用又好玩的生活改造 記得訂閱頻道 按讚支持 開啟小鈴鐺 我是寶卡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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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